截至今年3月9日,秘书署收到1,105宗举报 当中51%涉及无理减少员工人数或辞退员工 16%要求雇员持续放无薪假 以及10%不适时发放工资或减薪 另外,亦有2%举报关于疑似公司倒闭或转换经营者 秘书署和计划代理人会积极和认真跟进所有举报 负责推行计划的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成立了一个福检小组 逐一检视每宗举报个案的调查报告和雇主的相关抢职金记录 而审视雇主遵守计划有关守责和调款的情况 并会在完成调查工作后通知举报人有关结果 截至今年3月9日,秘书署收到的1,105宗举报当中 1,069宗已完成调查并已回复举报人 在已完成调查的1,069宗个案中 秘书署至今确认有608名雇主 未有完全遵守计划的守质和调款 秘书署会根据计划的守质和调款 要求相关雇主退还未有用于支付工资保条金额 或者是及或是就未达承诺授身固然人数 向政府缴付罚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